好,大家好 現在跟各位進行這個 Relav的部分 這一次是Lav8 BJT2 那第一個Preview是 這個 關於RB和RC在偏壓點上的影響 那各位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可以配合負載線和特性曲線 針對RB和RC的影響 所以1、2題是一組的 那3、4題是一組 那 所以就 各位比較一下 看看偏壓點上的電阻 對特性曲線 IB的影響 金額對IC的影響 還有這個 負載線 RC RB RC對負載線斜率的影響 進而對 工作點的影響 是這樣 好,第二題 很單純就是三個電路 我們實驗要做 那就請同學先模擬 這個RB值 RB RB 對 那 其他值都給你 就這個RB的值 請你模擬 那請注意 就是 我們的3904 在LTSPICE裡面 BETA是300左右 但是做實驗的時候 用的3904的BETA 大概200出頭 所以 各位在做實驗的時候 這個偏壓點 一定會有一些偏差 這個你要了解 如果以固定偏壓而定 這個 βRC 會 跟RB 有一個 接近的比例 但是 RB要 大於 βRC 所以你的β 本來是300 那現在變成 200多 所以RB的值 其實 可以 不用這麼大 稍小一點 沒關係 那當然這樣的觀念也會在 其他的電路上 也看到 所以各位模擬了之後 在做實驗的時候 這個RB 都要用可變電阻 再微調過 那 Review 3 就是 我們要實際接一個 Amplified Circuit 那它是Common Emitter 的架構 而且還會接 Wiz 這個 Degeneration 就是有 有RE的狀態 也會透過 這個bypass的 capacitant 就是 CE 來觀察 沒有RE的狀態 我們這裏是用10kHz 然後10mV 電容用0.05mph 那 事實上 這樣的結果 雖然會看到一些反應 不過 不過 不是 實際接電路的時候 最理想 的做法 這個條件 主要就是讓大家 先看到 要 改變一些 纏屬的 差別 那 後續 可以再利用 更好的 一些 纏屬條件 可以讓這個電路發揮 更好的 功用 功用 現在 跟大家介紹 Experiment 那 第一個Experiment 就是配合 預報 模擬的狀況 請你先 做 470 的 KOM在RB 然後 2KOM在 RC 之後再把 這個RB 從470 換成560 觀察 VCE VBE IB IC 那請注意 VBE的變化 一定不是很大 那 當你在改變 這個 RB的時候 這個比例 也不是很明顯 所以 第1步驟跟第2步驟 差異 不算太明顯 不過還看得出來 那第3個步驟 那第3個步驟 把RC改成10K 那就會看到 很明顯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可以是1跟2相比 然後1跟3相比 1跟2就是看RB的改變 1跟3就是看RC的改變 然後再整合一下 看看工作點 在特訊曲線上 RB跟RC的影響 10座2 10座2 這邊提醒大家 有一些孔子 就是 我們調整的一些做法跟網民有一點差別 那原則上 我們要針對這3個跌路 去看它的固定偏壓 還有試電阻 試電阻式的這個 電 分壓器 的偏壓 還有這個 Collector2Base的這個 Self BIOS 自己偏壓 配合這個 射擊 回收偏壓 那剛剛這個試電阻式也是有射擊回收偏壓 所以 這三種偏壓狀態 同學就是先參照 你預報模擬的RB 來把偏壓點 先定出來 然後就量測 BCE VBE IBIC 等等的資料 那我們 可以看這個表格 就是偏壓點訂出來以後 就把 調到BCE VBE 5伏特 接著就量這些資料 然後之後換另外一顆 不要改變 任何偏壓條件 再把數據量一次 所以 Delta VCE就是這兩個資的差異 原則上 這個BETA 應該要大於10 第二顆 如果他沒有大於10 請你跟其他的同學 交換一下 那 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做完了這個Multimeter的兩側 先做 然後我們再送 小訊號 進去看 而且要把這個訊號調到 最大二部四針 然後記錄 他的波形 重施波及 那當我們送了訊號以後 因為偏壓點會變化 所以我們會看到 原本已經調到最大 而不失針的波形 最大而不失針 不失針的波形 會略微的失針 去Check一下他的 Output Distortion 他會略微的失針 那請注意就是 當你 先做 Multimeter 的兩側 以後 你送訊號 那你接著在做步驟3 Multimeter的兩側的時候 就 不要 不要 by multimimeter 的時候 就不要送 imput的訊號 接著 才送 imput的訊號 去看output的distortion 請注意 有這樣的差異 這樣子才能把 偏壓點的觀察 跟output Distortion的觀察 互相 區隔 而不 互相干擾 那當然 數據 記錄以後 output的波形 就記錄 那output的波形 記錄以後 就 我們參考這個表格 就是 10做2 的時候要記錄這個 這邊 然後把 波形記錄下來 那10做3 做這個的時候 不要送波形 然後之後在 做完這個以後 再把波形送進去 然後看 波形 有沒有事證 那這個照片是要照 希望各位注意 助教在 這裡特別注意 就是 你在做 紀錄示波期的時候 要紀錄 政府 還要紀錄 波形 那波形就是照片 政府就是 這個 v in v out 從v in v in v out的大小 可以 推測出 他的 增益大小 那 增益基本上 不會因為偏壓點的改變影響太多 所以改變偏壓點 另外一顆電晶體 就不用刻意再 量一次增益 而且波形會 是增益 量增益 也不正確 所以 10做3 就只要記錄 波形 不用 再計算增益 這個 23 請各位了解 那後面的45就是做下一個電路 67就是做下一個電路 然後再比較一下 他們的穩定度 那請各位要了解就是 雖然 R1 可以改善 穩定度 但是增益 也會因為這個原因 而順勢 而順勢 各位也可以 依照 這個 結果 來 比較看看 好 10做3 是 這個 要觀察 要觀察 Carmine 的放大器 那 它有 Ce還是沒有Ce 有什麼差異 這基本上跟頻率響力有關 那 請注意就是 我們的 電容 我們的 這個電容 在 模擬的時候 這裡用 這應該要用4.7層 這個10做3 就是 會 利用這個0.05的電容 加跟不加 會影響到 這個 增益 那我們另外也會做 AC Swap的頻率響應 去觀察 從頻率響應來觀察 整個 增益 改變的狀況 所以就是 請同學注意這個部分 的操作 那 意思就是 你要記錄 在這個頻率的增益 還要看 頻率響應圖 的 結果 就把 增益寫在這邊 那 塑膠在10做2 把VCE先寫上5伏特 讓各位知道 他實際量測的時候 如果有偏差 同學再記錄上去 嗯